зв Ikу Portş dong 師傅 有句話說 放下吐刀 datasets暮少一句話 通常這句話我們都是 有時候都會被一些 做耳朵關的坦日來講這句話 然後像我們一般人 雖然沒有大二、小二當然也是有 但是都會說要修五屆十善 那為什麼要同事人這個標準的一個規範會不一樣 其實同事人 你們如果假如把規範叫做標準 他其實都是一樣的 就好像你們同樣是人是不是要吃 我不管吃什麼東西 要吃東西對不對 肚子才會飽 是不是都一樣 也不是同事人 這時候是廣泛的 你同吃生物 多數的生物是不是都要進食 把食物吃進去 當然食物各類不同 那他才能維持他的生命 各類的生物 那從這個角度 這個理路是不是都一樣 那我現在講生物 那麼我們再把生物呼吸一分鐘 同樣是牛 那牛是不是都要吃草 吃植物 乃至於吃一些 現在當然有飼料啦 等等的 我們講以前好了 大自然的狀態底下 他都要吃草 同樣是牛都要吃草 他才會維持他的生命 那你看到這時候是不是 同樣是生命 他都要吃草才能維持生命 就不是了對不對 他這次特止牛 我會養 對不對 你這時候不能把一個人丟在牛群裡面 你們都要吃草才能維持生命 因為其中有一個是人 他吃草可能拉肚子 對不對 他可能雜食類的 他要都是 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所以你說 同樣是人為什麼標準不一樣 其實都一樣 因為他同樣是人 標準是一樣 是你要變成什麼樣的人 那標準都不一樣 可是如果你只是通販是人 那我從這個真理的角度 要成就人道 乃至外星人都是這樣子 不是只有地球人 我們講的是人道 意思說 我們把人看待成不只是黃種人 紅種人 白種人 黑種人 不是這樣 這些是我們在地球可以認知的人 對不對 那我們要更擴極 地球人 外星人 對不對 他都是人道 對不對 外星又不知道哪一星球的 對不對 Anyway 他都是人道 對不對 他不是神 他也不是鬼 他也不是畜生 他也不是地獄 也不是 什麼到阿羅漢菩薩等級 他就是人 這樣切下來 那同樣是這一個區塊的人 人道 人類 外星人都好 這一類的生命狀態 他的標準 都有一個通則是一樣的 叫做五戒十三 而你一定要有五戒十三的這個標準的達標 你才能分發來 我剛剛講的那個大範疇的人 人道 當其中一個人 對不對 這時候我不講地球的人 其中一個人 有可能火星人 有可能金星人 等等 是這樣子 那這時候又有細分 對不對 那細分語 他五戒十三裡的細刻物的積分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般講 你的領域有兩個力道讓你去做人 一個叫做影業 一個叫做滿業 那麼一般有時候我們在細肉就是五戒是一種影業 裡面的十三是滿業 那影業意思就是說 他的他的職性 他的特質就是那樣 特質 那麼他特質裡面又有個別性的這一些參數 就好像我們講考大學 你總分在哪個區間 是不是一定就是在哪個學校 對不對 你絕對不會最低分的跑到台大去念 對不對 台大 以台灣來講一定三選是最前面的 除非你是自動放棄的 對不對 你之後發現你要去最低分的學校 為什麼 因為那裡有你的好朋友 你以感情因素也好 以各方面你的理想因素也好 你考到了全國地 放手 可是你不要讀台大 可以嗎 對不對 可是你那邊 考到全國調查會 你說你要讀台大 這個叫標準 對不對 如果一直標準是不是都一樣 你要讀某一所學校的標準都一樣 總分 總分叫做影業 那麼總分裡面是不是有個別的科目不一樣 好好壞壞 對不對 那這些叫做滿業的不同 所以以至於滿業就是你們現在做人 有來自不一樣對象而感知的樂與苦的差別性 比如有的人對於吃 他只要有吃他就很滿足 對不對 有的人有吃他不滿足 他必須要有錢他才滿足 對不對 有錢也不滿足 他必須要有什麼 這事物不一樣 可是你們都在人的範疇裡面 在做這一種認知的差別性 這個差別性裡面的叫做滿業 那你剛剛講的可能是在這一點 這個部分 所以以至於來到現在做人 不是標準不一樣 而是你去處還沒設定 就有那個標準不一樣 你比如說你剛剛問的問題 十二不做 這是一種標準 對不對 有的人沒有 或是你生活當中也樂三奧師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還是要放下徒刀 立定成佛 所以放下徒刀立定成佛 是一句話 那你就要知道 自古 聖賢他們在闡述的話語 都有時空因緣的不同 而表徵不同 這個叫差別性 那如果你把時空因緣拿掉 他就是共通性 他就是在表達一種概念 而不是形容一個事項 在隱喻一個意義 而不是這一種 他表達一個通範概念 那我們先講通範概念 放下徒刀立定成佛 你要把錯誤丟掉 你馬上就變對 這個概念可以理解嗎 這時候我們沒講到錯誤的標準 對不對 這是一個通範概念 那這種概念 是不是一般 不是這樣子都可以去理解 那很多人 他沒有要深入的就講到這邊 因為講深入 他沒有要他就不懂 那就講到這邊 那這邊大家都可以認同 就這樣就好了 這時候就看他的誤信了 對不對 看他自己對號路做滿 他回到他生活裡 他認為哪一件事不好的 對不對 他把他不要了 他這時候就沒那個不好 就是一種好 他就立即成佛了 那這是通範的 那如果依佛要跟你講 我剛講二分法 那土刀 對不對 他代表不好 他就這個概念 那如果標準拿出來就不一樣 那你現在你要跟一個土夫講 他是不是認知就是那把刀 有為的那把刀 殺了一隻牛 哎呀我老幹這個還會不好 聽說老幹這個殺業會下三二道 最嚴重下地獄道 他相對地獄來講 最急處那邊叫佛 那我以後不幹這個事了 我可以成佛 他這個可以成佛是 他可以往佛的那個方向去向 他不代表可以真的就馬上成佛 對不對 他裡面有非常細緻的 那這個時候 他到底細緻到什麼 哪一種細緻才對 就沒有固定答案 他得要看你的時空姻緣 你對什麼對象講 你這個要表達的人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我們講是最高層次來講 放下屠刀 這句話代表著 你要放下什麼屠刀 屠殺你法身為命那把刀 相對於佛 你法身為命有問題 你怎麼成佛呢 如果你只是放下屠殺 你的吝嗇那把刀 那你還是不能成佛 所以這個成佛 也就是一個比喻而已 你放下了屠殺你的吝嗇那把刀 吝嗇相對於貪 那你知道嗎 貪相對什麼 布施嘛 對不對 阿布施是因為福德是果 那如果你的貪又不是圓滿的 你只放下你貪裡面的某一種 吝嗇而已 那你就會立地成就什麼 稍微有福報那個 那個佛字就變成稍微有福報 而不是佛 所以我們講到幾次就要 放下屠殺我們法身為命那把刀的時候 你當下放下 你不就成佛了嗎 因為你的法身為命圓滿 對不對 你當下就成佛了 所以他叫立地成佛 對不對 放下你所有的 分 執著分別妄想的那把刀 你立地成佛 你馬上成佛 是不是這樣 這個就是常常講的 善則一念間 他一念間就把執著分別妄想給丟了 所以他一念間就成佛了 下則無量檢 因為他要一個一個來 我今天先放下我捨不得錢 對不對 明天放下哪一把刀 放下我捨不得錢 後天放下哪一把刀捨不得命 對不對 你看一個一個捉摸 最後哪一天又放下我捨不得我的壞脾氣 只要縫了我就壞脾氣 惹我不高興我就壞脾氣 那我這把刀是在哪裡放下 他還有 他雖然錢捨得了 他還有脾氣捨不得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說這樣 他怎麼立地成為真正那個佛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立地成佛就是一個比喻 一個方向 所以你看一句 無量意上寫是一句 那一字無量意上寫是一句兩句 對不對 所以他是要這種人表稱 所以於人世間 因為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 他不一定一樣 那 於六道輪迴的不一樣都平等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在六道輪迴 面對六道輪迴的眾生的欲求 那所有的一切存在你都可以說 於你本人來講 我們一件交對 對不對 你說 你只要人生的理想買一棟房子 你的房子 定位叫做一棟三千萬 你就叫做成功了 對不對 那你真的買到了 我能說你不成功嗎 當然對你來講就成功 可是是不是對我來講叫成功 我不是 我要成為省 我才叫成功 對不對 或仙對不對 才叫成功 所以我就會有一種路徑去求仙求神 去怎麼學到 對不對 那 這樣對你是不是成功 你買房子 你也不一定覺得成功 因為你不是 可是你也不能說人家不成功 這叫六道輪迴 因為這個是在沒有標準的狀態底下 個人喜好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有一個真理的標準的 大家通販都要沒有通負 那你只要沒超越六道輪迴 你就叫失敗 依來這邊學習 沒超越六道輪迴就叫失敗 如果是這樣 那假設我們的焦慮場 我們希望定的最低標是這樣 依你們來這邊學習 花時間花心思 對不對 對啊 你醫生總於找你 你幹嘛要浪費生命時間 來的成功 就叫做超越六道輪迴 這樣 好 更好就是去做佛 對不對 做佛有很多做 所以你要 最低標 你不管要做什麼 你一定都要超越輪迴嘛 你說你說 激熱世界一行道 他一行道到達 他也超越輪迴 所以他都有一個超越輪迴的概念 只是速出横出的差別性 他都是超越輪迴 那如果從這邊 那放下圖到立地成果的概念 對不對 就不是在那邊 他是不是十二不做 跟他是不是稍微量餐一點的考量 就不是這樣 是我誰管你十二不做 誰管你做了多量餐 你們都不超越輪迴都一樣失敗 是不是這樣子 對啊 誰管你十二不做啊 你有一天要斷氣的時候 居然回光圈照 對不對 你居然勾起你過去生的無量上根 你當下超越輪迴 你厲害啊 因為全面子都沒了 沒有福啊 當然眾生不能取巧啊 告訴啊 對不對 可是 於理上也要告訴你真相啊 真有啊 對不對 可是不能取巧 所以 這句話 有很多這些隱蔽的差別性 就可以明白了